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王珠 鬼去登第三步 林南松谷 言正海港 我和Shirley 倆 居然 在那頗夫妻樹的樹頂 發現了 有一次 李宗飛機的殘骸 便會鴨入樹頂 Shirley 要我看看 在機箱上 露出的一大串數字 咦 照這樣看 這架應該是美國空軍的光榨機 難道 它是抗戰時期 圓在我們中國的飛虎隊 我還未發現 機箱上有飛虎隊的標記 應該是一架美國的私營運輸機 可能在二戰期間 在印度那大起飛 黎智原密芝麻那裏 正在遠征的中國軍隊 沒錯 這裏離開緬甸已經不遠了 我在新聞上看過 說露崗一帶 和這裏很近的高倫共山 已經先後發現了幾十架 美軍運輸機的殘骸 所以 由四年到四年這三年裏 美軍在中央邊境 和後期的駝峰航線上 墜毀在中國西部境內的飛機 已經有六七百架 想不到 有一架剛巧 就墜毀在這樹 喂 吳龍虎 吳龍虎 Sherley小姐 你們兩個在樹上 怎麼亦都這麼投契 喂 還要我在下面和你們放哨站工 樹上究竟有什麼好東西 快告訴我 喂 肥仔船 你吵什麼 現在在樹頂那裏 我們發現了一架二戰期間的 美國運輸機 我們搞清楚一下 到底有什麼回事 為何運輸機裏面會 講到這裏 我突然想起 剛才在樹上 發出來的那些求救的信號 和一連串神秘的敲擊聲 現在看看你這架運輸機的殘骸 撞成這樣 又怎會有人可能行傳你這樹 如果我突然想起 剛才 又有誰發出那些 好像求救的信號 一樣的孝極聲 難道 真是有一個 你這架飛機飛的幸運 你死亡之下的靈魂 因為陰魂不散 所以 這樣引導我們來之後 就發出這段 有一個求救信號 喂 胡八一 你說 嘶 不要出聲 這陣子我要仔細聽一下 看看這個鬼信號 究竟會不會再出現 就在我剛剛把耳朵貼在基礎上面的時候 忽然之間 嘩 這三個響聲真是來得很突然 靠到我一時間都守望了 嘩 八一 小心 沒事 沒事 好幸好我用登山稿 掛著自己的身體 若不然真的會掉下去 那你相信 裡面 看來真的有幾不同尋常的東西 真是認真當下 裡面難道真的有什麼東西 我剛才看到機廠上面 有一塊爛鐵板 不如叫開它 看看裡面的青龍科 好 嗯 那麼 怎樣 你害怕嗎 有什麼好害怕 反正一上來了 如果真的裡面有什麼東西的話 我們不去找它 他都會出來找我們 好 那我們動手 慢著 你先拿一隻黑爐蹄出來 如果萬一 你真是可以邪牌的東西 只用貓巾我教會的黑爐蹄 多複它 哈哈 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都不用怕 這家是個軍用運輸機 說不定在那邊 還有聽力要奔去奔火 最好有些炸藥之類 因為入到顯忘墓 或者這些炸藥就認真有用了 雖然表面上我扮得自己很鎮定 但是 在一個這麼陰森的原始森林 引導個獻王 在那條河上面 盡了讓人覺得恐怖的手段之後 現在你說我不怕 真是假了 我用那塊銀釘 釘在樹叉上 一陣子 我就用燈山繩 放我自己的身體下去 我在旁邊 替我左閃 好 Shirley雙手 摸出了那支六四式的手槍 她的右手拿著手槍 左手拿著一塊黑雷蹄 在旁邊替我做閃 而我便用燈山繩綁腰間 然後 遮住上面打牙刀 滑出了槍刀之中 這個時候 我頂燈山頭盔的戰術射燈 就發揮作用 這種射燈 在地凍和叢林之中 就最好用 它的有效照射距離 有成二十三米 用來看清 你一段基礎的情況 足夠用 你的時候 四周圍 非常之靜 靜到連一眼針跌到地下 都可以看到 我向四周圍眸眼 由於這節基礎 已經穿了很大一個洞 這個基礎 已經是千瘡百孔 外面夫妻樹的藤蔓伸進來 和基礎裏面原來的 呆椅、擠臂、糾纏在一起 使得這裏 顯得更加陰森和詭畢 我站好腳後 正想找出 偶像的孝極聲 究竟是哪個方向傳來的呢 怎知就是這個時候 孝極聲 一下 一下地傳過來 我一向一聲 我手 倒直跟著它 搖高一下 這樣 頭頂的棍柱 射入著 一團的基礎內部 我首先見到的 有個駕駛的頭盔 你 似乎 這個駕駛的屍體 就剛剛好 掛在那個撬開的鐵板下面 不過它躲低頭 可能飛機墜位的時候 它的頸椎就已經撞斷了 所以頭也直掛在自己的胸口前邊 你的時候 基礎的形狀 已經完全變形 那個渠頭 又俠矮 我一時間看不清楚 和駕駛下面的屍體 究竟我完整地保留著 還是已經是 軟手的腳 但是可以硬定看 那個頭和身體 所全現出來的角度 根本不是一個生人 可以擺出來的姿勢 既然它已經死了 那那個 一下 一下的巧擊聲音 又是怎麼會 怎麼傳過來的呢 我剛剛伸手 上了個頭盔太高 看一下 頭盔下面 那個人究竟是怎樣的 誰知道這隻手 伸過去的時候 忽然之間 那個頭盔 輕輕地動了兩步 似乎上了個頭淡高 什麼回事 什麼回事 同樣 每次我真是遇到殭屍 自從我開始道斗以來 還真是未遇過真正意義上的殭屍 只不過東北那次 是遇過一隻被人落斜法的屍殺 那樣東西和殭屍雖然好似 但是完全兩回屍來 小時候 我已經跟爺爺講故 每次都提過殭屍 我小時候 最害怕的就是聽到 殭屍在棺材裏 割棺材版的那個故事 但是想不到 今天真的見到 有殭屍 要做一遍在自己面前 這個時候 我 我在個身裏不斷念著阿里陀佛 不知道摩金教例 自古以來 就要來克制殭屍的黑女蹄 是不是真的有用 我硬著頭皮 用登山鞠 要揭開那隻 已經有些爛迷迷的飛行圈頭盔 然後拎著一隻手 拐起殭屍的黑女蹄 隨時就准滅 失控 我和我青青色的感覺到 在我揭開的頭盔那時 頭盔下面射出了兩道很厲害的強光 這兩道金色的強光 弄得我雙眼好像被人碰了一下 在那時 一瞬間 我的心幾乎 要踢我出來 心口感激 強士 是不是強士 不是 不是 雖然這兩道金光很像眼 雖然 陽光下面 我分明感到 有時陰冷而空眼的眼光 但是 你這個絕對不是 美國飛行圈變了高師 就在這個時候 在我頭頂那一盞 戰術上燈的照射之下 發展之間 一隻非常罕見巨大的飛鋼 他嘴裏 吊著半隻綠色的樹上蝕翼 腳上 還踩著血淋淋的另外半隻 一飛 就在那個爛迷迷的頭盔下面 飛著出來 在我還未回過神奇的時候 那隻金色巨眼的主人 已經向著臉門隻 我正想向旁邊閃避 但是 在我上面的聲音 他的反應更加快 大人 小心 借著血淋在上面 才力地握著那條登山繩一攤 我踩在我旁邊 撥開了一步 想不到 我向旁邊一跳的時候 一個踩空 幾乎在樹上 直接就打了下去 幸好 我腰綁著那條登山繩 所以 我雖然撥了空 但是依然 被那條登山繩 將它吊在半空 就在這個時候 那隻有著一對 可以發出錦光燒眼的眼睛 在半空中 一拍都一 又看著我飛撲過來了 Sherly眼急手快地 拿著那隻綠色色的手槍 連我開四槍 靠近之中 你根本又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打中的目標 但是 那隻巨大的猛琴 在半空中 我終於轉了轉身 唉 走了 我爬上樹頂喘一口氣 唉 厲害 真厲害 上帝保佑 可惜沒有望出什麼意外 讓我看清楚 那隻是什麼鬼 怎麼會這麼大隻 可惜這麼厲害 怎麼會這麼看 未看清楚 不過看著他的眼 好像 是以前在布袋 越過那隻丟了 這個是貓頭腰的其中一種 不過 這一種尿非常之厲害 他的嘴很尖 爪好來 一走下來 連那些皮疮肉口的人紅 也很容易被他抓一大塊 如果我被他撲到 好啊 那便當場 沒命了 哦 原來是一種大型的貓頭 他們最喜歡一張鬥 像是在懸崖超壁 那為什麼 我走來那個機艙呢 喂 你真的沒事吧 真的沒事 毛都沒有少了一條 不過機艙後面 還有一個大洞 那隻雕竅 可能在那裡 來抓那些樹上的蜥蜴蜴 野鼠 野鼠 野肚 刺鯉 蛇 這些東西 他全部都不吃 一晚 要吃幾十條的樹枝 這樣才足夠 我們聽到那些敲擊聲 可能就是這隻雕竅 在那裡 隔緊樹上的蜥蜴蜴蜴 發出的聲音 唉 反而 可能是你自作聰明 將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 說什麼摩斯密碼 搞到我們真是虛驚一場 但是 我當時聽到的 真的好像是電話報告的信號聲 OK 就算是失誤 你也不用這麼厲害吧 不如回到機艙裡 看看有什麼好 喂 喂 喂 白日仔 雪梨小姐 你們在樹上搞什麼 並令白難的 想吵死人嗎 喂喂喂 是不是有什麼好東西 千萬不要留下我 肥仔船在下面一邊講 一邊 已經好像大狗熊爛樹一樣 慢慢爬上來了 喂 肥仔船 你不是畏高的嗎 為何突然間又夠膽爬樹 你不是剛才緊張一致 癡錯線嗎 放你媽的臭狗皮吧 這麼黑 哪有看到有多高有多低 我見你在上面 鋪鋍鋍鋍鋍鋍 肯定有好東西 等你告訴我 就敏都睡了 所以我才有前無後 打死把臭 上來看看 你小心點好了 看你笨手笨腳 跟那些人熊差不多 這麼高 不是這麼好玩 你固定好保險帶再講 還有 喂 麻煩你上來之後 走遠點 不知道你有多重 我怕你押斷了樹枝 累到我都掉下去 你個八爺仔 你停啞口 沒有人當你是啞的 上來吧 這處有半個美軍空軍飛機殘骸 裏面啊 說不定有些美式軍火 這麼適合 這麼適合 喂喂 有外國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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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把我漏掉 這個時候 因為Shirley的身形比較嬌小 所以很快 他已經捐進去機艙裏面 找了一陣子 終於找了幾箱東西 我想這幾箱 應該裝的就是武器彈藥了 我看看還有沒有用 真是幸運 這一部分還是比較完整的 想不到隔了四十幾年 這樣都 我和肥仔船聽到裡面有軍火 都不知道多麼興奮 你一堂 還未正式入到松谷 就還見這麼多這麼怪異的東西 早知道你一早找到那些厲害的駕鑫 只靠著氣槍有什麼用 欸 Shirley 那這樹 有什麼槍 欸 小心啊 就是Shirley叫出聲的時候 我雖然聽不到這個聲音 但是我亦都有一種非常奇異的感覺 就好像危險的一瞬間 已經和我逼近一樣 我馬上一反手 撐起那把金剛傘 這把金剛傘 是Shirley 剛才 在我進去氣槍裡面的時候 遞遞我 這一把 謝孤沙前輩以前用過的古物 是用白蓮精鋼 再加上稀有金屬打死的 就算拿把電鋼切上去 你們只不過留下一個白鎮 在這麼多代的烏金教衛手裡 都不知抵擋了多少個古物機關的臨氣 可以說 這一把 是烏金教衛傳來最實用 有用的工具 肥仔船和Shirley兩支槍一起射擊之下 那隻巨大的貓頭鷹 終於一聲聲又飛了開去 就在肥仔 剛剛梳一口氣的時候 我突然間見到 一隻金色的顎眼突然一半很震開 小心 小心 肥仔船 肥仔你身後 肥仔方便之間向前一吐 那隻有著一雙金色巨眼的貓頭鷹 變成了又向我撲過來了 我舉起那把金光神 向著那隻貓頭鷹亂打過去 但是 它封來的巨手真是很大力 一怕止 就被它抓住那把金光神 難看著 就著被它搶走金光神的時候 突然之間 一梳子彈 在半空中 打出了一片火光 那隻巨大的貓頭鷹 終於發出了哀鳴 然後 在半空中 向樹下跌下去 我剛剛定了病神 就見到Shirley 在機槽裏面 拿著一支衝鋒槍走出來 好慢的火力 那隻槍 是我剛剛找到的湯普森衝鋒槍 美國的黑手黨 又喜歡叫它做 芝加哥的打字機 那次槍的火力很猛 只不過 實在是太重了 原來 這架雲書機 是與部隊運送軍火的 所以裡面的物資 都是經過嚴格的風傳 再加上這種槍又怕水 所以跟子彈在一起 整套用塑料袋包著 新槍上面還有些潤滑油 所以 飛機墜毀之後 居然還有很少一部分軍火 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 可以保存下來 不過遇到一場這樣的歷險 我都顧不到 我看到我的意識裝備 即時叫Shirley幫忙 將肥仔船 在樹上放進去 這時 已經接近天光 不過 正如所謂黎明前的黑暗 是最黑的時候 這個時候 整座森林 已經伸手不見門子 就在無邊的黑暗之中 忽然之間 喂 胡八七 你聽 咦 這些聲 這些聲 很像 為甚麼 那隻貓頭鷹不是明明被我 已經打死了嗎 為甚麼 為甚麼 老榕樹裏面 還會有這樣的咬擊聲 而且 跟那隻貓頭鷹 剛才對樹上的蝕蕩的時候 發出的聲音不吐 你一聲 發了反覆覆 發了反覆覆 是摩斯密碼的信號 只不過 兩次信號的內容 已經變了 你聽 你聽 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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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效製作 郭建文 郝靜希 天王舞 風獲珠 鬼去登第三步 雲南重谷 燃靜開港 黎明之前 往往是最黑暗 亦都是最寂靜的時刻 特別在這個籠罩著死亡陰影原始森林裏面 在黎明前的時候 簡直是靜刀一眼針跌落地下 你都可以聽到了 就在這時候 我和Shirley兩個人都很清晰地聽到了那些 這些不斷重複的信號 我已經聽過了幾次 絕對不會錯 這些聲音 反反覆覆 已經響完了一次又一次 這個時候 連在樹下的肥仔樹 也聽到了很奇怪的信號 連她都忍不住 我的高頭 很奇怪地看著我們這邊的方向 一時之間 我和Shirley都不敢輕舉妄動 只是打開了手鍵筒 去照發出聲音的方向 但是 這裏的植物 生得實在太貌密了 將我們手鍵筒的光柱 當得半半薄薄 越看 還有這一裏 越來越嚇人家靠近信號 在技型怪狀的老樹皮 在黑暗中看上來 更加像面目� alluded ???的獅怪 聽不聽到 聽到 聽得很真 這次絕對不是幻覺 你說會不會有個美國飛行員 就跌入在這個樹洞裏面 臨死的時候,它發出了一些補救的電波 到現在為止,就一直陰雲不散地 在這棵大樹的周圍回弱響流 Shirley領領頭,不會 剛才的機艙裏面,我已經搜索了所有地方 不單止沒有屍體,更加沒有降落散的包 所以我才判斷,他們應該在飛機發生意外之前 跳山逃生 而且機頭撞在山上已經徹底毀壞 然後這一節的機艙才掉下來這個樹罐上 那些信號又怎可能在樹幹裏面傳出來呢 剛才你殺死那隻叫雕囂的大貓導演之前 那一寸信號的意思是SOS 但剛才又變成了大型 你說其中會有個關聯呢 除了這個駕駛私營運輸機的美國空軍 在這個深山夜靈之間 又有誰可以吃得無私通信密碼 不要說人,就算是鬼,恐怕奧姆記得一個食得道 Shirley曾經跟我說過 按照他們基督教的說法 人死之後是會上天堂 那裏才是生命旅程的終點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Shirley是相信人有靈魂的存在 第一次我聽到那段SOS的求救代碼的時候 可能是我聽錯了 或者那個就是雕囂在機艙裏面 咬那些樹上蜥蜴發出來的聲音 所以既集聯又不連管 但這段信號你都聽到了 跟那個是完全不同的 它的長短很有規律 而且重複了都不一次一次 你說這段難道不是鬼 我知道 我知道 這些信號雖然很有規律 但是也不像那種能夠發射信號的機械聲 反而我越聽越好似 有些水滴下來的聲音 只不過比普通的滴水 有沉悶很多 或者是否真的被我們猜中 在你破樹的樹身裏面 真是有條絲絲? 有些科學家曾經做的實驗 人物靈魂有微弱的電波 即使是微弱的能量 都可能在特定的環境保存很久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這段電波 它究竟想向我們傳達什麼意思呢? 是比我們更多 或恐嚇我們呢? 我們現在怎麼猜都沒有用 不過去探探路 你就不知道 究竟 真是一個鬼魂在作怪 或是因為技打的什麼原因 看清楚它 再作假算吧 Shirley順勢將那把湯普森衝鋒槍 換了個新彈鑑 遞接給我 你重唱 因為重量太重了 所以女性並不是太適合我 為了防止意外 Shirley在前面 我就在身後負責掩護 借著射燈的光線 我們仔細地打量了回 剛才發出信我號聲的那段樹幹 沒錯 聲音就是這裡來的了 這些聲音絕對不同層上 我馬上把湯普森的窗口 對進了目標 Shirley見到我準備好了 於是 就拿出散兵刀 對進那段 被植物 借得嚴嚴密密的樹幹 慢慢地刺下去 嘖 嘖 這樹原來是天然的樹洞 這個樹洞 只有兩個拳頭位這麼大 但是 洞口已經被那些 寄生在樹上的植物封死了 那你看 你看看 在樹洞裏面 究竟有些什麼 是什麼 可以發出這些 感令人同樣的滴滴聲 就在Shirley的山邊都 要向封寫洞口的植物 過落口的時候 忽然之間 我明顯地感覺到 可視乎輕輕輕 震一震 有人震上來 肥仔樹 你 你用手來做什麼 我 我覺得 你的樹洞裏面 九成九 有鬼 我覺得 一定會和你們在一起 剛才 一個人在下面 嚇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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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在精絕古墓裏面的力險之後 要嚇死它 絕對不容易 現在的鋸鑽 真是臉色都變了 那你絕對不開玩笑 你說 喂 你亂說什麼 有鬼 你不是 不是真的見到什麼 你 你一定知道 剛才我在樹下 當過頭 看著你們在樹上 爬來爬空 現在這個時候天太黑了 看了半天 都看見你頭盔上的蛇燈 朦朦朦朦朦朦 都看不清楚 看看 我都覺得煩了 都想著吃煙 解悶了 怎知在那時候 我忽然聽到有女人在那裡哭 哭得那種慘 哎呀 真的哭得人 皺身雞皮都起了 搞到我 弄穿了煙來老 都幾乎不覺得 哎呀 還要難搶自己的女 所以我說 這裡附近周圍 一定是有女鬼 有女鬼 你們聽聽聽 來了 有來了 我和Shirley 我和Shirley 聽我肥仔船 聲陣陣地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情不自禁地 一起停在手上 本來做的事情 大家都摸起一隻耳 可以 只停在無邊的黑暗之中 全是一陣陣 好像女鬼 是一陣陣的哭聲 你們的哭聲 開始的時候 都愈有愈無 但是 閃一下眼 你們的哭聲 又好像越來越近 越來越清晰 只不過 你們絕對不是分聲的怪聲 在越迫越近的時候 越來越令你 沒辦法觸摸到 它究竟是哪個方向傳來的 因為這些聲音 一陣陣在燈 一陣陣在西 飄飄忽忽 飄移不定 這樣的聲音 在黑暗之中 就更令人覺得很感人 你不說什麼 你聽到什麼 我沒有說錯 我沒有說謊 沒有你這麼多 Shirley 肥仔 我們靠細一對 三個人 分開三個方向房間 於是 我和肥仔Shirley 三個人馬上在樹地排成一個釘詞 我拿著衝鋒槍,肥仔就拿著劍咪氣暴槍 Shirley就舉著兩支綠色的手槍 這樣一來,我們每個人就形成得到無雙以徒的防諸陣情 但這個時候,喊聲越來越多 忽然之間,在半空之中,又向我們快速地移近 這次我聽清楚了,不像是女鬼的喊聲 反而似是貓頭鷹的迪虎 看來,在半空之中,來了很多剛才的大雕鳥的同類 不過這次不是一兩隻,只會輕聲 這幾頭的雕鳥過頭都絕對不小 恐怕,他們是要來看剛才被我們打死的大雕鳥貓頭鷹來報仇的了 雖然我們手上有槍,亦都有捉頭的彈肉 但在黑暗之中,對付這些在夜晚黑神出鬼的周年 怎麼都算是有點涉及 各位,大家聽清楚了 這些不是女鬼,是屌囂 而且,在半空之中,我們都不知道來了多少 現在他們不斷地到處判處 我們雖然看不到他們 但是,他們的夜視能力和觸覺都非常厲害 現在,恐怕再轉到幾圈 他們的夜視能力和我們進攻 到時候大家千萬急,一定要感覺到 你們雕鳥飛到來跟前,先進開火 誒,胡八七 剛才那隻雕鳥,我們都這麼難應付 現在這麼大群向我們飛過來 我想,就算手數,我們三個人換了用衝鋒槍 都未必可以抵擋得到 沒辦法,現在才能夠堅保行動 只要捱到天光,我們就贏了 什麼?天光?他們怕光嗎? 哼,沒錯 這些貓頭鷹,最喜歡夜晚行動 一旦四周圍都光於白周的話 他們的優勢就會喪失了 這樣就有了,來,等我來 Shady 一連打出兩發的精品 兩發照明眼在大樹頂上升上來 慘白的光芒,一下子就好像懸掛在森林上面 向四周圍都照得好像雪地那麼白 我們都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光亮,照到眼睛有點痛痛 只不過,當白光升起的時候 只聽到森林裡面,本來 四周圍都響著的那些好像霧霧鬼堤,好幾乎的聲音 待會就變得好像死一樣的沉澈 這一瞬間,除了我們自己的心跳和呼吸之外 你就不得聽得懂 剛才突然飛過來要襲擊的幾隻嬌 顯然被照明彈光芒震懾著 已經飛快地躲進了遠處的黑暗之中 完美的時候,那一早令到我們個個都有些心驚欲跳的鬼信號 亦都跟著消失了 我原本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就在這些聲響消失的同時 天邊,雲星中靈之中 日前朝下,滑過了雲層 將第一樓早晨的陽光 灑入了這片詭異的松林之中 就在我們剛剛都以為 大家都可以鬆一口氣的時候 誰知,就在這陣子 隨著這陣聲音的動動 我們只覺得腳踏一陣陣到 跟著,連插在床頂的 那半折殘距的機槍 一齊向著地上直到位 我們剛才為了準備刑擊 來襲擊的那些雕小貓頭影 大家聚在一起 這個本來就是樹上活動的大忌 原本這部夫妻容 因為被那折飛機的機槍插在樹頂 已經承受了大部分的重量 而我們這時候,加上肥仔船 這個重量級人馬一眼 這棵樹終於頂不住 露出的樹身完全斷裂了 不過好彩,就在我們大家 向下面跌下去的時候 我們原本在身上都 拔著個保險繩 有第三次救了我們的勝利 當我們順著保險繩 為我們減起力度 降下來地面的時候 我們已經聽見了 你倆破夫妻容疏 裂開樹身的聲音 但是,就在老樹樹身裂開的那一瞬間 突然之間,一陣熟悉 由勒生的信仰仙 又在劈開的樹心中全出來了 我們三人互相對望了眼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 一齊向著聲音傳出來的方向望過去 此見樹身之中 露出了一塊暗紅色的物體 它是長方形的 頂頂的兩隻邊角已經磨成了圓角 陽光照在上面 你這個暗紅色的長方形物體 真是發出一種紫色的光溫 嘩!你這些魔靈 為何裡面 我看見好像摩斯密碼的聲音傳出呢? 我掙扎著,用登山稿掛著樹身 重新爬上樹頂的樹 接著將Shirley也扯上來 龍啊!你還把我拉上去嗎? 我都要看看這件究竟是甚麼來的 說不定,好值錢的嗎? 聽到肥仔船這樣說 我只要和Shirley一起 出行力,拉動安全繩 幫著肥仔爬回到樹頂 這個時候,天已經光透了 站在本來二十多米高的樹頂 在下面看見 真是有些如臨心於臨,如你薄的感覺 喂!老婆!你來看看 這件事算不算是一口棺材了? 還要是水晶棺材,不是,是玉棺材 怎麼會有些古怪的東西呢? 你看那些顏色,幾像我們半家園那裏 見過那些雞血石 沒錯,肥仔船說得沒錯 只見這棵老榕樹的中間,漏出了半截 好像白玉一樣,又好像水晶一樣的透明棺材 它顯得是這麼光潤,似乎是彼頭龍的 外面似乎有一層淺淺的玉白色 月香裏面那些顏色的月紅就好像 這副水晶,又或者在白玉棺材裏面 裝滿了暗紅色的鮮魚 只不過,棺材就周圍,地下各種寄生的植物在包裹著 所以你根本就看不起我的樣子 我從來都未見過這樣的棺材 仔細看下,花子岸,這副棺材似乎是一塊半透明玉石製成 裡面還有一層水晶 大量暗紅色的液體就裝在裡面 那些液體就像是鮮魚一樣 只是從外形來看 尼口絕對是很罕見的玉棺材 奇異,為什麼樹裏面會有一個這麼大的玉石棺材呢? 對了,遮龍山已經是獻龍號的範圍 這副棺材,很可能是主要的培靈 但你為什麼棺材會生在樹裏面呢? 那什麼要問好啊? 那你整天都吹牛說,中國所有墳墓、棺材 那些拜拜都沒有樣東西不知道的嘛 等我解釋一下 我聽到肥仔船這樣講得這麼搖頭苦笑 因為中國從雙周時代起,就已經是了風水的理論 怎樣安葬死者,歷來都講究 扶陽浦陰,衣山磅水 但是我真的從來都沒有聽過的話 有邊復棺材要掛在樹上 而且這棵老樹硬硬硬在遮龍山後面的叢林之中 這座遮龍山,雖然山頂的雲霧遼遙 看不清山頂的走勢 但是從地圖上可以看得出 這座山,單領孤風,只是一條毒龍 十六次陰陽風水秘術裏面,講得很清楚 龍怕孤獨的月怕寒,射步不應,震撼毅 這座毒山孤龍,本來就很不適宜 作為安置寧寢的長所,而將樹木作為安放棺材的墳墓 這就更加匪夷所思 這個可以說,是完全違反了風水形勢的理論 沒有氣墨,靈塘水口,沒有龍月沙水,全部都不對 不過,這副透明的玉棺材,本身又很難得,很少見 但這副玉棺材,安放在樹木之中,是表現了什麼意思呢? 仲仲,棺材裏面發出那些,好像摩斯莫馬的聲音 仲仲,又是怎樣傳出來呢? 仲仲,棺材裏面發出那些,原本大森材裏面發出的 仲仲,燃湊文,它從ヨsh,叉立的 仲仲,移立的仲,消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